大家晚安 今天持续受到00台风北上带来外围环流的影响 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持续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 那么其他地方天气状况同样的云量也是偏多 也是比较不稳定一些的 从微信图上面可以看到 目前001台风仍然是维持中度台风的等级 结构也是相当的扎实的 接下来会持续的朝北往日本跟韩国的方向前进 所以对台湾来说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预计在今天一直到明天 北部地区还是会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 仍然是会有些水气移入 导致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况 所以特别提醒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还是要多加注意 同时沿海的风浪也还是会比较强一些些 从事海上活动也是要多当心安全了 那么接下来00台风北上之后 西南风也会增强带来一些水气 虽然说比较强的西南风轴并不是指向台湾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水气带到南部地区 所以恐怕在未来这几天 南台湾还是比较容易下雨 特别提醒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要多加的注意了 那么也因为最近这两天 有一些雨势伴随着云量比较多的情况 气温其实是比较凉爽一点的 像是北部地区 今天的高温都没有超过30度 明天高温大概也来到31度而已 要等到礼拜六礼拜天之后 才会明显的转成一个比较闷热的感觉 那么在南台湾同样的也是 今天其实蛮凉爽的 高温大概28度左右 同样的也是未来这几天 才会逐渐回到比较闷热 潮湿的这种天气状况了 好进一步了再来看一下降雨的状况 刚刚提过了 其实未来这几天 除了在明天还是会受到00台风 外温环流的影响之外 其实西南风在未来这几天 也会逐渐的增强 南部地区未来这几天 其实都是持续有雨的状况的 那么在中部以北地区 则是会逐渐转成 以午后雷震雨为主的天气状况 整体来说在未来这几天 台湾上空的水期还是非常的多 再加上大气是比较不稳定的 所以还是很容易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 提醒大家出门还是要记得 期待雨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大台北地区基隆跟宜兰 此事受到外温环流的影响 地气状况不稳定 那么在南部地区 在沿海地区也还是会有一些 西南风跟陆风 符合的作用 导致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这样的情况会一直持续到明天 可以看到北部地区 明天一整天还是不太稳定的 但是随着零零台风越来越远 降雨的情况就会越来越趋缓下来了 那么其他地方 中午过后也会开始出现一些午后震雨 提醒大家安排活动上面 就要多加当心 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叮跟建议 明天的零零台风 就会逐渐的北上远离台湾了 但是台湾各地 还是受到它的抵押带环流笼罩的影响 天气状况远远是不稳定 仍然是多云 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震雨的天气 那么到了中末假期 西南风还会明显的增强 带来更多的水气 所以在迎风面的南部地区 恐怕到中末假期 天气状况都还是不太稳定 大家就要多加注意了